今天是全国客家日 新竹县琼香就举办了300人采捷大游行 和客家方口师热闹穿梭大街小巷 客语新传师也改变望春风 重新朴词琼丰风光 现场领唱让大小朋友开口说唱客语 喊着太阴险胜阴来讲下 幸福快乐哈干阴 35年前12月28号 是还我母语大游行的日子 客委会定为全国客家日 丛林湘就盛大采接 我们客家知识分子 因为语言的部分被霸凌 所以说在1988年的时候 有上街游行 游行之后也受得 获得立法院的通过 我们的客家语言 也是属于我们国家语言之一 所以我们所有的乡亲 共同来参与 希望我们的客家语言 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我说话 说话 12个村和丛林国小超过300人 举小旗子和路人碰拳加油 从丛林社区走文德路 再从老街绕到广福宫 客家武师文化协会 全程敲鼓拔并定点演出 今年已在国庆日 世界客家博览会 巡回表演 发扬在地文化 或颇颇勉励 以前我们客家语是个人 个人来传承是很难的 我常常讲 需要媒体 公家机关 跟帮我们推动才有效果 所以这一次 我们从总统府表演到现在 现在参加了国庆的表演 所以今天特别就这样 公司老代表会 利用这些机会 来办这些扁额 来奔起到 希望我们的共鸣之光 继续发展下去 县府受振 无形文化资产 丛林之光 实至名归 而客语新传师张艺云 也将望春风 用丛林风光 重新朴词 现场交唱 那是用望春风来改编是不是 对 觉得这首歌 有没有很熟悉又很好听 有 大家没有很快就学会了 有 我们有没有更认识 重林的各个村啊 还有什么风景 有 用歌词提到的景点 做有奖争达 乐林弦乐团也落奏 小调族曲展现所学 大小朋友吃七八 边听边学着开口说 要将课语向下扎根